市府推动和平岛阿拉宝湾观光新亮点 市长刘昌昌 官销处长曾志文等人 9月初视察阿拉宝湾聚落 体验当地的文化旅游及品尝部落厨房美食 市议员陈明健在市政总质询 建议市政府要串联和平岛聚落 发展当地的精致旅游 我想将来有可能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再请教一下我们官销处的曾处长 对于阿拉宝湾将来 它的发展跟规划 尤其它的隔壁就是和平岛公园 将来这个部落是不是可以能够让当地的 规划能够做得更好 我想这个在官销这边曾处长 我想你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想处长是不是能够来加以说明 谢谢 好 谢谢陈议员 那目前我们在阿拉宝湾这个地方 做了这些艺术装置 跟居民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共事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坊之后 那我们现在也跟和平岛公园有合作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这个五条路线 那这五条路线从五月底上架以后 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有13团 那暑假期间的阿拉宝湾的导览人数也达到2556人 这样的成绩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很难得的 那目前我们也接到部落这边有反映了几个事项 除了刚刚议员所提出来的硬体的这个部分以外 有两件事情需要再进一步的去跟他们做一些讨论 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希望部落有一些导览的人 能够更多的人来参与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原住民的原住民餐 特色餐部落厨房的这部分 有更多的妈妈愿意来加入 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我们必须要跟在地有更多的讨论 能够协助他们有这些导览人员的训练 跟这些部落厨房的人员的训练 那未来在这个地方当然它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文化路径的部分 那文化局如火如荼 对于相关的这些硬体的部分 包括它原来有一个机关室跟它往上的这一个炮台的部分 那这里我们会跟和平岛公园做一些串联 那和平岛公园在后门的部分 他们也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中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一整套的这个游城的设计 那当然我们像昨天有一团 有很多这个国际性的友人 来到国际友人来到这个地方参访 那一早去的时候因为是下雨的关系 所以呢在地当然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部分 包括环境整理 那我们最近都启动跟居民在地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们希望借由居民的力量能够在这个地方持续的永续的去做一些维护管理的工作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未来要推动的方向 此外议员陈明健建议市府在各区设置部落据点 让部落的文化可以传承 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原住民的会馆 但是我们更期待 我们在七个行政区里面 是不是也能够如同像我们原民会馆 有这样的一个原住民各区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所 让我们原住民真正能够在聚会所里面从事我们的这些的讲习也好 活动也好 我想处长之前 本席也提过 我们办个活动 这个活动中心 还是会有带一些 很免为其难的这些资源 我们才能可以租借到这些活动中心 我们希望这些一区一个聚会所 期待能够在我们各区能够实现 我想一区一聚会所 这是也一直是我们市政府努力的一个目标 不过它会涉及两个问题 我想未来也应该继续努力 最主要就是场地的一个寻觅 场地的一个寻觅 那这一点是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如果未来各区的 我们族人同胞 如果有适当的一个场地 可以提议出来 我想我们都会来列入考量 优先来评务跟推动 我想这一点 不会因为市长的任期要卸任 这个脚步会有所停顿下来 这个也都是一直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记者黄少明自用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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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机会